家里有这种电水壶的朋友们 一定要记得收藏一下这视频 不管这个电水壶出现了什么问题 都不要把它扔掉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万能的维修方法 把它修好以后呢 又能用好几年 像这种电水壶非常的不耐用 一年呢都用坏好几个 如果坏了就扔还是比较可惜的 无论啊是这个电水壶上面这个底座坏了 还是上面这个偶额器坏了 再或者呢是上面这个开关坏了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把它给修好 而且啊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 首先先把下面这三个螺丝给它拆下来 这个里面的线路啊是非常的简单啊 好拆开之后我们把这盖子打开 打开以后我们可以看啊 上面这两条线是接的上面的指示灯 把这盖给它拿下来 然后呢这是一个偶额器底段 这是一个发热盘 这个呢就是电水壶的开关 我们再看一下这边有个L是吧 就是个火电 火电从这进来后 直接啊就到这个发热管上面了 然后另外一条线呢是零线 从这过来以后 是经过上面这个开关 这个开关啊也叫做蒸汽开关 但这个水啊烧开了以后 这个蒸汽呢就会把这个开关给它顶开 顶开以后呢电水壶就起到一个断电的作用了 然后这个进来以后 通过这条线出来以后 就连接到这个发热管上面了 这样呢电水壶就可以工作了 首先呢我们给它维修的时候呢 首先啊一定要记住啊 在这个防干烧开关上面啊 一定要记住把这两条线给它拔下来 拔下来以后呢 首先第一步啊 先把上面这个插头 上面这个黑色的这个聚员层给它先拨出来 让它先露出里面的铜丝 然后把另外一个插头也一样也给它拨出来 好我们把它拨好了以后呢 像这个电水壶画了以后啊 无论是这个额气还是上面这个底座画掉了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维修 拨好以后我们首先看像这个电水壶呢 底座我们就不需要用它了 我们呢只需要把上面的这个电源线给它剪下来 然后呢给它剥出外皮 把里边这两条线呢也剥出里边的铜丝 下部呢就是把电水壶 像把这个底座这儿呢 我们可以啊就是用一个手电钻 或者用电浪铁啊 给它先打个眼出来 然后呢把这个电源线给它从这个孔里面穿过来 把这两条线给它接在电水壶上面 大家这样呢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L这边呢是火线 一定要记住把上面这条线呢 接在这条红色的线上面 这条线是火线 接好以后 然后在这儿给它缠上绝缘胶带 然后呢把这条零线呢 接在这条零线上面 上面都有标注的 接在这个零线上面 给它缠上绝缘胶带 这样就可以了 像上面这个额气呢 我们就不需要用它了 然后呢把上面的盖子给它再安装起来 就是这么简单看一下 这个电视壶呢就修好了 给它插在垫上面来看一下 打开上面的开关 我们看灯就亮了是吧 这样呢烧开水以后啊 这开关它也会自动断电的 怎么样啊 这个方法呢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前几天从网上买了一个脉冲修复充电器 今天呢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它到底啊能不能把这个亏电的电瓶 就是充分让电的电瓶 能不能把它给修复好 今天呢我们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它到底有没有修复的效果 看一下这个充电器背面 先看一下它的参数啊 它的输出电流是6A 最大输出功率是90W 输出电压是13.8V到15.5V 试用范围12V 2A到100A的千酸蓄电池都可以试用 首先呢我们来测试一下啊 我这边呢两块电瓶 这块大的电瓶啊 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块电瓶是个正常的 我们看它的电压是12.9V 说明啊它是有电的 可以正常充电 再来测一下这个块坏的电瓶 先看它的电压 你看只有4.3V电压 因为这电量太少 太低 用正常的充电器 肯定啊是给它充进去电的 现在呢我们就用这个来测试啊 看一下它到底能不能充进去电 先把这个充电器给它夹在 这块好的电瓶上 我们来先看一下 这个充电器它的充电效果 夹上以后呢 这会显示充电环境的温度 它的电压呢是13V 13V呢就是电瓶里边的电压 然后呢给它插上充电器 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值灯一直闪 然后呢这边也滚动就说明啊 它是可以给这块好的电瓶充电的 然后呢我们把它夹在这块坏电瓶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给它修复一下 插上以后我们看因为它的电量太低 所以呢你看这也不会有任何显示 我们给它插上电 给它充电 插上电我们看啊 这个充电值灯它也不闪 不闪呢就是说明啊 是无法给它充电的 然后呢按一下这个修复按键 点完后呢这个值灯就闪了 然后这边也开始滚动 开始跳变了 现在就是修复模式 我们给它先修复一个小时 然后再用网表测量一下 看它里边有多少电压 看一下能不能把它修复好 好现在呢已经给它修复了一个小时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先把这个电源给它拔掉 照样的会显示这个电瓶 它当前的电压 看一下充进去多少电 现在是8V 刚才是4V 现在已经冲进去8V的电了 然后呢 再把这个电源再给它插上 说明啊 它是可以修复这个电瓶的 再通上电以后呢 我们看这个灯啊就开始闪了 可以正常充电了是吧 这是充电电流 这是充电电压 这是当前的充电环境 看来这个电瓶脉冲修复器啊 还是非常好用的 今天才知道 原来用一滴水 就可以修好家里坏掉的这些LED灯 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实用 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看这个LED灯 给它先拧在灯口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 有电它不亮 确实上就是它坏掉了 然后呢 把它再拧下来 处理的时候呢 首先先把这个灯罩 给它先拆开 拆的时候呢 就在它的周围 就这样捏一捏 捏完以后呢 这个罩子啊 就可以把它给抠下来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里面很多 这个黄色的东西 它呢就是一个小灯珠 这个LED灯呢 这些灯珠啊 它都是串联在一起的 只要啊 有一个灯珠坏掉了 这个灯啊 它就会不亮 所以说我们要找到坏的灯珠 这个坏灯珠啊 一般呢 都是颜色发黑 我们看这些里面呢 只有这个颜色发黑 就说明啊 就是这个小灯珠坏掉了 然后呢 用块剪刀 或者是刀片之类的啊 把这个灯珠 上面黄色的这个东西呢 给它抠掉 抠掉之后 然后呢 把下边这些东西呢 都给它刮干净 好 刮干净之后呢 然后我们先把它放在这边 再找一个千米头 然后呢 放一张纸 用刀片 刮一点这个千米末 这个千米芯啊 它是石墨粉 它有个重要的功能啊 就是说 它可以导电 所以说要刮一点 这个千米末 这个方法呢 是我前几天 从一个老师傅那儿 偷学过来的 感觉非常的实用 所以说呢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种修灯的方法 其实呢 非常的简单 又好用 刮好了以后呢 然后啊 我们就开始把它 弄在这个灯上面 千米末 它有个导通的功能 它的作用呢 在这个上面呢 它可以把这个灯珠两侧 给它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以后 这个灯啊 就可以点亮 好 我们把它 一定要要倒在 这个坏的灯珠上面 然后呢 用502胶水啊 说的这个水呢 就是这个502的胶水 把它滴在石墨粉上面 把边上多余的胶水 都给它清理干净了以后呢 就这样就可以了 你看 这个灯啊 就这样就处理完了 过了没有几分钟 看这个胶是吧 就已经干了 然后呢 把它拧在灯口上面 我们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它这个方法 到底好用不 哎 你看亮了是吧 非常的亮 这方法确实很不错啊 很实用 又简单又实用 是吧 用这个修好灯以后呢 这个点啊 它永远也不会掉啊 因为粘的非常的牢固 所以说用这个方法修起来 还是非常方便的 在我们生活当中 用电是比较多的 但是家里的电线断掉了 或者是短了不够长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给它接线了 你如果去请个电工 给你接个线的情况下呢 是肯定不划算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 接电线的方法 用这个方法接好以后 这个电线呢 非常的牢固 即使啊 使劲拽 把这线拽断了 它也不会拽开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有一些朋友啊 就是昨天我看到一个朋友 接电线的时候呢 他就是这样接的 两根线啊 就这样 像拧麻花一样 就这样直接给拧起来 其实呢 像这种接线方法是不行的啊 然后他是这样接好以后 然后就常常交代 这是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呢 当这个电线一拉扯的时候啊 使用过程中 这样一拉 就很容易脱落 就容易断开了 但断开以后啊 人如果触摸到 或者碰到它以后 会很危险的 所以呢 大家以后就不要用这种方法来接线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啊 首先呢 把这个电线 给它拨的稍微长一点 好 这边拨的这么长 然后 另外这一根线呢 也是一样 拨个同样长度的 两根一定要一样长 把拨好的这个线呢 就这样像拧麻花一样 先给它拧起来 这两根啊 都一样 拨完以后呢 在这里呢 可以啊 用个热锁管 如果啊 没有这个热锁管的朋友啊 也可以用电弓胶带 其实呢 都是一样的 不过呢 这个 呃 到最后呢 它的效果更好 然后呢 就开始接线了啊 接线的时候呢 这两个交叉在一起 然后啊 一只手按住它 这边呢 先这样给它旋转一圈 接下来呢 开始啊 旋转这边这半个 这边呢 是顺时针 这样转 把它都拧在这个上面 然后呢 再拧这一面 用这个方法 接好的线 是最牢固了 无论怎么拔 怎么拽 它也不可能把它拽开的 好 接完后我们看 就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呢 是非常的扛拉 最后呢 把这个热锁管 给它套起来 然后呢 用搭火机烤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样呢 是既美观 而且呢 又耐用 最后呢 把这根线 也按照同样的方法 给它接起来 这个啊 就是接电线 最牢固的一个方法 今天才知道 原来用搭火机 把这个笔尖 给它烤一烤 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妙用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今天呢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像这种中性笔 如果放了时间长了以后 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 天气比较冷的情况下 长时间不使用呢 一般啊 这个笔啊 它就不出水了 不出磨了 我们来看这个笔啊 你看 有时候呢 你看 即使出来磨呢 也是啊 断断续续的 遇到遇到这种情况呢 有很多人啊 都是 把它放在嘴边 嗨一嗨 给它弄点热气 然后呢 再来写一下 如果还不行呢 有很多人啊 就是把这个笔 直接都给扔掉了 这样扔掉的话 还是比较可惜的 其实呢 我们可以用着打热气 只需要呢 两秒钟 就可以让这个笔呀 让它恢复成 和新的效果都是一样的 首先呢 就是让我们把这个打热气 给它倒着 只需要呢 把这个笔尖 给它烤两秒钟 就可以了 不要长时间烤 就这样烤两下之后 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刚才啊 是断断续续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看 现在效果都非常好了 是不是 你看 无论怎么写 怎么画 你看到没有 效果都是非常的好 一点呢 它也不断末了 看到吧 刚才的时候是这样的 断断续续的 经过这样处理完以后 你看 无论怎么画 怎么写 这个颜色呢 这个墨的颜色也非常深 而且呀 它也不出现断末了 是不是非常好用 是吧 这个呢 就是打热机 烤一下比较的一个效果 非常的好用 是不是 视频感谢大家观看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续调电子炉 客户做事不通电 我们拆开检查一下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保险 为什么在这放着 可能是客户 自己又拆下来了吧 看着保险 已经就炸坏了 它已经换过两个了 就是哪样的 像这种情况 炸保险 炸的这么严重 不能直接更换保险 你更换多少的话 它都在烧坏 我们要仔细检查一下 这个主板 肯定是 蒸笼条和IGBT 肯定有坏的 我们用文案表来测量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两个 接保险的地方 直接都烧糊了 这个保险应该是 直接从上面炸下来的 我这个玻璃管没有坏 里面炸的非常严重 像这种情况 如果有 如果保险有轻微断裂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就是外部电源有问题了 或者电按部有些原因 我们可以直接更换个保险 如果炸成这个样子了 肯定就是 这个IGBT肯定是击穿了 已经 我们首先要测量这个 用文案表的二级光档 我们测一下 这个已经击穿了 这个IGBT已经烧坏了 我们把它拆下来 我们再测量一下 这个确实是坏了 然后我们再测量一下整流桥 这整流桥也坏了 我们还是一样 把它拆下来 还是一样 这个两个脚已经击穿了 这个是坏的 IGBT一般是不会烧坏的 它烧坏以后 我们首先要检查 这个无微笑的电容 看它有没有骨包 有没有容量降低 然后就是检查这个板子上 看它的抗动丝 有没有开汗 这块板上面 它没有看动丝 就不用检查了 然后再检查这个IGBT 旁边的这个18幅文案馆 看它有没有击穿 如果这三种情况 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 8050和8550 这两个对管 给它换一下 都换成新的 你如果不换的话 它肯定还会接着烧这个 宫内管 就是IGBT 还会接着再烧坏 这个主板上一共有 六个这个小的 长得一模一样 这边一对和这边一对 它都是8050 这个主板都有标注 然后这都可以排除了 然后这一对是 一个是8550 一个是8050 我们肯定就换这一对 然后这一对 从这个主板后边也能看到 它是直接连接这个IGBT的 所以说我们就换 换这一对 我们现在看一下主板的背面 这两个就是8050和850对管 它是从这边直接连在这个 IGBT上面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 把这个对管换了 然后把这些坏的原件 还有保险都给它换上 然后我们再试下机 应该就没问题了 我们现在就要测试电磁炉了 因为不知道它内部 还到底有没有段落的地方 以防万一 我们就把这个插在这个 维修插牌上面 这是维修插座 灯泡如果亮的话 就证明还有短路的 它不亮就证明不短路 现在是没有短路 我们看一下这个电磁炉 已经通了电了 然后开机 好了没问题了 这个电磁炉已经修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朋友们大家好 前两天有个网友他问过 他说家里边电视机的遥控器 和电视盒的遥控器 两个能不能合在一起 我说是可以的 完全是没问题的 他说看电视太不方便了 每次看电视的时候 先用电视机的遥控器 先把电视机打开 然后再用电视盒的遥控器 换节目 非常的不方便 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两个遥控器 合在一起的一个小方法 像这些电信的 移动的 连通的 电视盒的遥控器 都是可以二合一的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遥控器它的背面 这儿都有一个学习的 操作方法 每个遥控器 后边的操作方法 一般都是大同小异 只要我们按这个操作 就能很快 给它二合一设置好 我们看一下 电视盒的遥控器 它是分两个部分的 中间画圈的这些部分 它是电视机操作部分 这一部分是可以学习 电视机的功能的 然后另外这些部分 就是电视盒的操作部分 我们主要就是 把这几个键 给它学习一下 设置好就可以了 设置好以后 等我们再给电视机 开机的时候 直接按这个键 就可以控制电视机了 然后调电视机的音量 加键 减键 都在这儿调 这个是选择节目的信号源 好 我们现在就把两个遥控器 设置成一个 设置的时候 这两个遥控器 它的红外接收头 让它对待一起 挨这个距离 让它不要距离太远了 大概就一公分就可以了 我们就开始按照书名 给它开始学习 这个电视盒 这个区域有个设置键 我们按下这个设置键 按住不要放 我们会发现 这个直灯 从暗亮变成高亮 变成高亮之后 我们就给它松手就可以了 松手之后 我们先学习这个待机键 按一下它 按一下之后 它在这儿慢闪 它就等待学习 然后我们按电视机的 这个电源键 按一下之后 它会快闪 快闪就是它学习成功了 然后呢 我们再学习这个音量加键 再点一下它 点完之后 它是慢闪的 它也是在等待学习 然后我们按电视机遥控的加键 点完之后也是快闪 它就是学习成功了 然后我们还有再设置一下这个音量减键 到这边也是在按这个音量的减键 好 这也学习成功了 还有学习一个就是这个信号源 这个TV信号源 我们给它也学习上 然后按一下电视机这个信号源 好 学习也成功了 现在这个遥控器的所有的功能 就是常用的这些功能 已经都学习好了 我们给它最后再点一下设置键 退出 就可以了 现在就已经设置成功了 这个电视机的遥控 我们就不用它了 就是开电视还有开电视盒 包括换节目 我们只需要用这一个就可以了 这样使用比较方便 现在我们就测试一下这遥控 还能不能使用了 能正常开机 我们看电视机已经开了 我们再测试一下这个音量 加键和减键试一下 也是可以使用的 减键也能使用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信号源 能不能使用 信号源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这样这个遥控器就设置成功了 如果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大家评论转发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吃完药以后 剩下这个外壳不要再扔掉了 其实呢 我们只需要用搭火机 给它烤一烤 它的使用价值立马就翻倍 在生物当中啊 都非常的实用 有很多人啊都不知道 今天呢 给大家来分享 三个在生物当中啊 最常见的也是最好用的方法 首先呢我们啊就用搭火机 先把这个药壳后边这张铝箔纸给它先撕开一点 然后呢用搭火机给它烤一下 我们来看 烤的时候呢就是啊 你看搭火机不着了 烤的时候呢把这个铝箔纸啊 给它烤成就这样 微微有点发黑就可以了 烤成这样 然后呢可以把它给撕下来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种它的使用方法 假如呢家里的钟表或者是遥控器 实际上尝了以后上面这个碳环啊都锈断了 然后在装上电池的时候呢比较松动 没有办法使用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铝箔纸给它呢 多撕下来一点揉成团 给它塞到这个里面 你看这个钟表上面的这个机芯啊 就是你看这个表已经断掉了 电池呢是不能使用的 我们呢就可以把它揉成团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再安装上电池 这个钟表机芯啊就可以用了 包括这个养工器也是一样 都是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快速的修复好它 这是第一个最好用的 也是最常见的使用方法 给大家再分享第二种方法啊 就是你看像家里的养工器呢 用的时间长了以后会出现某个按键不能使用 像这种情况呢我们首先呢 把养工器先给它拆开 拆开之后呢我们来看 像养工器按键失灵 大部分都是上面这个黑色的导电层 严重磨损不导电出现的问题 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首先呢就是 把这个铝箔纸给它剪个小圆片 然后呢用胶水给它粘在 就这个不好用的这个按键上面 粘好以后把它再安装起来 这个养工器呢就可以快速的修好它 这个呢就是它的第二个 药盒的它的第二个面用 然后给大家再分享一下第三个面用啊 每个呢都非常的实用 我们来看 假如呢像家里的L1灯你看非常的不耐用 一般啊都是灯坏了以后都是小灯珠坏掉了 这些灯珠呢都是串联在一起的 只要有一个灯珠坏掉它就不亮了 你看首先先找到坏的灯珠之后 然后呢用个刀片 把上面这个黄色的给它刮掉 接下来呢再给它挂一下露出里边的金属这个部分 露出来以后呢 然后呢我们找一个电弓胶带 或者是透明胶带 也是一样 把药壳后边这个铝箔纸给它剪下来小块 粘在这个胶带上面 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铝箔纸给它再粘在坏的灯珠上面 对好位置以后 然后呢给它按下去多按压几次让它粘的牢固一点 我们看就这样你看一个LED灯啊就可以把它给修好了 我们再通上电来看一下 你看怎么样呢 你看这个灯就修好了是不是 修灯还是修遥控器都非常的好用啊 怎么样呢 大家呢如果还有更好用的方法呢 可以啊在评论区说出来 我们啊共同一起讨论学习一下 家里的体育刀用了时间长了以后呢 就会变得非常顿了 一点也不锋利了 使用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夹胡子 像这种情况呢 大家呢先不要着急 换上面的刀头 也不需要去换体育刀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 很穷呢就可以把上面的刀头啊 给它修复的非常的锋利 和新体育刀效果都是一样的 我们看像这种旋转式的体育刀 或者是王府式的体育刀 它们的处理方法都是一样的 首先呢在处理的时候呢 先把体育刀上面的盖给它打开 你看这有个按钮 按住它之后 然后这个刀头就可以去下来 这里面呢有很多的油泥 或者是个胡渣 首先呢处理的时候 把这些东西呢 先都给它清理干净 然后呢 把里边这个刀头 给它刀片先给它取下来 你看这边有一个 这个小东西啊 捏住它 然后你看一拿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呢 先把里边这个刀片给它取下来 你看这边一拿 然后这边呢也是一样 往这边一扒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 你看这边呢是它的一个防务啊 它的刀片就在这里面啊 可以把这刀片给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呢 首先可以找一个旧牙刷 然后呢 把上面这些胡渣 一些油泥都清理一下 或者呢是在水里面啊 用洗液精给它清理一下 也行 这是操作第一步啊 因为时间长了以后 这些这些东西呢 也会影响体育刀 刀片它的锋利度 好这样清理完以后 然后呢 我们把它放在一边 上面这个网子呢 也是一样 给它先清理干净 接下来我们呢 找一张纸 就是一个报废的烟盒 在这里面呢 抓一张 比较这种锡箔纸 它是可以起到一个研磨作用的 我们呢 你看 把它用剪刀 一小块小块的 给它都剪一下 剪的越小越细 这个条越好啊 多来一些 这个修复体育刀 是非常好用的 把它剪成这样的碎末就可以了 然后呢 把这些碎末放在这个防护网里面 然后呢 把这刀片再放上去 这样呢 给它安装起来 启动的 启动这个剪刀之后 它就会把这个刀片研磨的效果非常的好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这个剪刀自带研磨功能的 不需要这样操作 其实呢 新的时候 它的研磨功能是非常好用的 但是呢 用了实验程后 这个刀片和这个防护网中间的距离大了 它的研磨功能效果就不好了 所以说我们要用这种 用这个方法给它 起到一个研磨更好的作用啊 就是像这种往返式的也是一样啊 把这个碎磨给它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呢 把这个壳罩的再给它扣上 我们呢 给它先启动个两分钟啊 一定要记住 这个要朝下 不要朝上 朝上有可能 这边这个纸会掉下去 这样呢 现在呢 自己研磨大概两分钟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效果 好 差不多啊 已经两分钟了 然后你看 我们把它给关掉 然后呢 把这个罩给它再打开 看一下里边这个刀片效果啊 你看这里边都是研磨完的这种 把它去掉 不用了 看这个里边 变得 你看这个刀片上面这个 看着非常的锋利 是吧 这样呢 给它修复好 以后啊 这个刀片 其实呢 核心的提供效果啊 都是一样的 非常的好用 朋友们大家好 像我们家里边的这些旧手机 实际上可以让它变成一个 远程监控的 然后旧手机 像我这个黑色的 这个是旧的 然后我们下载个软件 下载软件以后 然后就可以把它放在家里边 然后我们出门 带了另外一部手机的话 就可以看到家里边的情况 比较方便 看着效果挺好是吧 我们先在这两部手机上 同时都下载个软件 然后我们先下载这一部 打开应用商店 然后在里边搜索 掌上看家 这部黑色手机是放在家里边的 我们下载这个蓝色这个图标 掌上看家采集 把它安装上 然后正在安装 然后在这个手机上 再下载一个 也是搜索掌上看家 我们下载掌上看家 这个红色图标这个 安装 我们先打开这个 采集端这个软件 打开以后在这点下同意 然后点下生成二维码 然后我们再拿另外一部手机 也是打开这个软件 也是打开这个软件 点下好 这儿是有个协议 点接受 然后点击添加采集端设备 点好 然后我们用这个 扫描一下这个二维码 添加摄像头成功 然后我们打开摄像头 看一下 已经出来了好像 没停了 画面已经出来了 可以远程 也可以拟烟 功能不错啊